君种什么都不多,就是人多。 金无畏很快就把临出九要的人带来了, 而且不止一个,而是十个, 好方便临出九选择。 临出九对这些人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身体健康,这三个月内没有生病就可以了。 而这十个人本身就是金无畏特意挑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符合要求。 本着宜多不宜少的选择, 临出九把十个人都留了下来, 每个人抽了二百cc的血。 按说像这些成年大汉, 就是限四百cc的血也没有问题, 但是,君中虽然能吃饱, 可他们的伙食却不算好, 营养根本跟不上。 要抽四百cc的血, 这些人必然会虚弱很长一段时间。 抽完血后, 临出九叮嘱了金无畏一声, 让厨房给这十人炖一锅肉汤, 需要的材料从他那份出。 他在军中的吃食, 适合肖天药一个水平, 肉一类的东西每餐都有, 虽然不多, 可云一份出来给这十人吃, 问题还是不大的。 那十人听到临出九的话, 连连摇头, 王妃,不用,不用的。 能帮上王妃的忙, 他们就高兴了, 怎么能占王妃的伙食? 这是你们该得的, 如果还要拒绝, 那么这是命令, 听到了吗? 他还要忙着咽血, 实在没有工夫, 和他们多说。 是,王妃。 十人仍旧觉得不好意思, 一张脸仗得通红, 可却不敢再多说, 军人的责任是服从, 他们只需要听从命令即可。 拿到了血, 把人打发好, 临出九立刻来到 安置薰元制的时事, 四处查看了一番 对现场的情况颇为满意。 原来, 金无畏在寻不到 符合临出九要求的营帐后, 想到了石牢, 为了让临出九满意, 金无畏还特意烧了水, 将石牢清理了一遍。 现在, 里面虽然阴冷, 可环境却比 暗湿暗湿的帐篷好, 至少临出九就很满意。 不过, 临出九满意的, 也只是环境, 对里面的光线, 临出九实在满意不起来, 这里面太暗了, 别说动手术, 就是日常呆久了, 也会觉得压抑不舒服。 取火把来, 把屋内点亮。 临出九本想点蜡烛, 可想到蜡烛那黄豆大小的光线, 果断换了。 是。 金无畏转身就往外走, 临出九则去一旁洗手, 然后从医药箱里取出手术袍, 手套戴上。 一切准备就绪, 临出九用针管, 抄了一针管轩轩软质的血, 并在上面写上小标, 然后用验血型的试纸, 检验薰原质的血型。 无比庆幸, 薰原质不是什么稀少的熊猫血, 而是普通的B型血。 确定了薰原质的血型, 临出九就着手检查那时人的血型。 不知是临出九运气好, 还真是概率问题。 临出九抽的这十个人的血, 有五个是B型血, 四个O型血, 一个A型血。 这么一来, 临出九手上光B型血就有一万cc, 完全不用担心血不够用。 在血袋上贴上标签后, 临出九将需要的血袋 与不需要的血袋分开放好。 略等了几分钟, 金无味便带着火把过来了。 按临出九的要求, 在四周都点上了火把, 时室内瞬间亮了起来, 温度也高了不少。 可以了, 你们出去, 在外面守着。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来。 王爷也不可以, 听到没有? 最后一句话, 临出九咬得特别重, 只要不是傻子, 就明白他的意思。 金无味脸色微变, 可仍旧没有质疑, 果断地点头应试, 不需要临出九再开口, 转身就往外走。 金无味出去后, 临出九取了一块黑布, 挡住了唯一的窗子, 这才开始救治宣元智。 宣元智后脑有异物, 需要给他做开颅手术, 才能把异物取出来。 之前检查时, 临出九就知道了, 那块异物的大小和所在位置。 在咽血时, 临出九就想好了手术方案。 给转元智麻醉后, 临出九便给转元智输血和营养液, 以便他有足够的体力撑得过手术。 他可不希望, 手术还没有结束, 转元智就因各种意外而横死了。 等麻醉起效的时间, 临出九也没有闲着, 开始着手准备手术需要的设备, 以及药物, 很快就摆了满满一桌。 好在, 时室内没有人, 不然看到临出九凭空取出这么多东西, 十有八九会把它当成怪物。 一应设备与药物准备好后, 麻醉还未取笑, 临出九只得在一旁挡着, 时不时地在脑海里想一想手术的过程, 还有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及他的应对措施。 临出九不是第一次做开颅手术, 可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独自完成开颅手术,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张, 担心手术途中出差错, 他一个人应付不来。 唉, 没有手术助理, 真的好难。 一个人要身兼树脂, 要是手术过程中稍有失神, 就有可能致使整排手术失败。 而手术失败的代价, 就是宣言智横死在手术台上, 横死在他手里。 这么一想, 您出九就觉得压力更大了, 甚至觉得自己应下救宣言智的事实在是太冲动了。 要是手术不顺利, 他岂不是成了杀死宣言智的凶手, 东闻的罪人? 呃, 不知现在放弃, 还来不来得及? 您出九哀怨地看了宣言智一眼, 眼中满是挣扎。 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当时选择读医, 也不是为了治病救人, 而是医生薪水高, 而他正好又能学, 所以才会念医学院。 可是, 他就是再自私, 也是人, 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他还是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 从自己手上流失。 更不用说, 薛元智这个情况, 也就他能治, 要是他都放弃了, 那么薛元智就必死无疑。 而薛元智要是死在君种, 中央帝国必然不会放过东闻, 放过他们, 到时候一样是一场恶战, 而他同样也是东闻的罪人。 真烦, 真讨厌医这些有背景的人, 明明可以放手医治, 可就因为你们身后的势力, 害我束手束脚。 想到前世在医院里, 遇到的那些人和事, 您出脚更加的暴躁, 而这样的状态, 是不适合动手术的。 医生与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都不同, 很多病人是不能挡的, 心情不好, 不能成为你拒绝为病人医治的理由, 也不能成为手术失败的理由。 为了工作上不出差错, 每个大夫都有调节心情的办法, 您出酒也不例外。 不管心情有多么糟糕, 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节好心情, 调节好心态, 以最好的状态为病人医治。 您出酒察觉到自己的心态不对, 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转身往外走。 他的调节办法就是绕圈走, 一圈一圈走下来, 走到自己冷静下来为止, 走到自己平静下来为止。 一般情况下, 您出酒走个十几二十圈, 情绪就能平复, 这一次也不例外。 您出酒在外面转了十二圈, 情绪就平静下来了。 只是, 他一走完, 就发现自己被人围观了。 好在围观的人不多, 只有那么十几人, 而这些人一对上他的视线, 就心虚地跑开了,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您出酒站在原地, 默默地看了一眼天空。 天空还是那么的灰暗, 不过, 他的心情好了许多, 也能平静地给轩圆痴动手术了。 至于, 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 您出酒已没有压力了。 他的医术是世界一流的, 如果他医不好轩圆痴, 那就表示轩圆痴注定该死。 没有他, 轩圆痴只会死得更快。 东文也逃不过与帝国一战的命运。 约莫看了半分钟, 林出酒的心情已彻底地沉淀下来了, 准备回到石屋, 结果一转头却发现, 他身后不远处, 有许多小兵都在抬头看天, 甚至守在石屋前的金吴卫也在抬头看天。 天上有什么? 林出酒愣了一下, 又抬头看了一眼, 可除了灰蒙蒙的天外, 什么也没有啊。 天上有什么东西? 林出酒往前走了两步, 问向站在一旁守门的金吴卫。 啊? 金吴卫正在研究天空, 听到林出酒的话愣了一下, 林出酒耐心十足地又问了一遍, 金吴卫直接傻在那里, 根本不知怎么回答。 不是王妃一直在看天空吗? 王妃怎么还问他们? 林出酒见对方一脸茫然, 不解得道。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看什么? 我,我…… 金吴卫欲哭无泪呀, 他能告诉王妃他是因为王妃看才看的吗? 那他们呢? 他们在看什么? 林出酒指向身后, 那里至少有上千人, 一个个抬头看天, 一副认真的样子。 不,不,不,不知道。 金吴卫这下真的要哭出来了, 明明大家都是看到王妃在看天空, 才跟着看的, 结果王妃还问他们为什么看, 这, 这叫他们怎么回答? 他还想问王妃天上有什么呢? 哦, 林出酒不是好奇心那么重的人, 问了两回没有答案后, 就不再问了。 我进去了, 记住我的话,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来, 王爷也不例外。 是。 这一次, 金吴卫硬得十分爽快。 林出酒推门而入, 顺手将门反锁上, 而他身后的人, 除了守卫的金吴卫外, 其他人仍旧抬头盯着天空看。 萧天耀, 莫清风和刘白三人回来时, 就看到时事前排起长长的队, 那些小兵, 不管身份与职务, 全部都站在那里, 一个个抬头望天, 甚至还有更多人加入。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刘白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一脸不解。 天上有什么? 没看到有什么呀。 莫清风也抬头看了一眼, 同样是不解。 萧天耀意识脚步一顿, 看了一眼天空后, 没有发现异常, 便继续前行, 同时道, 去问问, 他们在看什么? 这么多人, 同时抬头看天, 必然是有原因的。 是。 刘白身形一闪, 就来到队伍后方, 拍了拍最后一人, 问道, 你在看什么? 啊? 我不知道啊, 我看他们都在看。 那小兵本能地回答, 在他看到问话的人是刘白时, 吓了一跳, 忙行礼, 却被刘白打断了, 不必行礼。 越过小兵, 刘白绝继续往前问, 结果, 得到的答案全是, 我也不知道, 我看他们都在看。 直到问到最前方那人, 才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只是, 这个答案, 让刘白更郁闷。 站在最前方的小兵, 是这么回答的, 王妃之前在这里绕圈圈, 走了十二圈了, 然后就盯着天空看, 看了好久了, 我猜王妃肯定是看出了什么, 所以我也就跟着看了, 不过,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走十二圈? 听到这回答, 刘白满头黑些, 合着, 所有人都不知道在看什么, 却一个个傻帽式地看天, 简直是蠢死了。 而一想到自己, 也犯蠢地看了半赏, 刘白就觉得更蠢了, 不过, 那小兵说的也有道理, 王妃盯着天空, 是看到了什么呢? 王妃现在在哪儿? 刘白心里痒痒的, 可他也知道, 丁初就不待见他, 他想要知道答案, 只能找莫清风帮忙了。 在里面, 小兵指向时事, 刘白快步走过去, 却被守在两旁的金无味拦住了。 王妃有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刘白一听, 默默地后退一步, 问道, 王妃在里面做什么? 自从临初九上次救过刘白后, 刘白对临初九的态度, 就不一样了。 虽不像敬重萧天耀那样, 敬重临初九, 可也差不了太多。 帝国大皇子病危, 王妃正在里面住治他。 金无味并不隐瞒, 这事儿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什么? 王妃在住治大皇子? 刘白听到这话, 语调突然提高, 金无味吓了一跳, 脸色微白。 刘, 刘白大人, 有, 有问题吗? 难道王妃是奸细, 会害死大皇子? 当然有问题了, 问题大着呢, 你们是怎么保护王妃的? 你们不知道, 王妃大病未遇吗? 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居然让王妃去给大皇子医治, 万一王妃累倒了, 宰了你们都赔不及。 刘白气狠狠地瞪了金无味一眼, 可他并不敢闯门进去, 只能转身去找萧天耀, 希望萧天耀能把林初九带出来, 免得他累倒。